即使现在已经进入秋天 但气候依然高温炎热 环境卫生问题也很重要 为了预防灯隔热 个礼配合环保局 每年的全区消毒工作 第三阶段已经陆续展开 而在4号上午 就在侯童地区进行消毒工作 里长也特别带队 到大街小巷都消毒 维护环境清洁 因为蚊虫灯隔热这个问题 一直持续几乎是说整年度 那在秋季也会排斥着 登革热消毒 今天进行里内消毒 昨天广播请大家把医务收起来 然后也要做好那个沟渠 以及有积水容器 都先把它处理掉 以免登革热爆发 影响到里面的健康 瑞芳区全区大消毒 往往在每年都会有三次 而今年第三阶段 在这一两个月已经陆续展开 要深入邻里社区大小巷弄 针对居家外围水沟 防火象喷洒消毒水 4号上午消毒人员 来到侯童地区进行消毒 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山区 不管是蚊虫方面 或者是说我们最怕的 蜈蚣 蜈蚣那些部分 都藉由这次的消毒 那我们就是很感谢 一连串的卫生 卫生我们的防疫线 那我是认为我们这边 公桥里的里面 我也是深感荣幸 每次的消毒呢 清协队所带领的团队出来 都尽心尽力的做好 每次的工作 不论是在海边 不论是在山区 他们都做了尽善尽美 那在此我们也代表 所有的里面 跟他们说声谢谢 辛苦了 工厂里长就说 一大早就协助带路 进行全力的消毒工作 配合新北市政府环保局 进行全区消毒 预防灯隔热 居民也说有消毒真的有差 居家环境卫生也变好了 杰成威 瑞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